音量 gy win 如果你最近要看電影你會想到什麼片 奧本還摸 Wowi 還是 音樂票 HELL NO 其實最近有部ss 很好看的電影叫說 鬼手鬼手請開口 那他好在哪 首先是男生最愛的暴力美學 緊湊刺激的劇情 噁心恐怖的鬼 有符合上面這幾點 基本上就已經可以 稱作是一部成功的鬼片 或是恐怖片 那為什麼偏偏要去看這一部 你可能會想說這個片名聽起來有不嚇 鬼手到底在幹嘛 不就一直守嗎 有什麼好看的嘛對不對 錯 台灣電影的片名 並不能代表一部片的好看程度 這部電影有幾個可以掛寶聲的地方 第一個是 他是A24電影公司出門的 那A24是什麼 他是一家美國的電影公司 專門去買他們覺得有潛力的獨立電影 像是《術院》 《仲夏淹》 或是《人心海象》 沒有算這一部沒有沒有沒有 總而言之呢 A24有他獨具的一個電影眼光 如果你都沒有聽過我剛剛講的那些片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以下這個片段 這部是媽媽爬到閣樓 然後飄在空中用鋼琴的線 再把他自己的頭切掉 或是這個男主角用力的把頭砸向桌子 這些剛剛講的應該夠恐怖了吧 重點是這一部不會用非常疏懶的演技 或是劇情來呈現 相反的他們請的這些年輕人員 演技的表現都相當不錯 可以說在各方面都發揮得非常好的一部電影 第二個品質保證的部分是導演這對菲利弘兄弟 那他們是誰 他們在拍這部電影之前是在做YouTube 沒錯就是YouTuber專行當電影導演 我知道可能你聽到YouTuber轉行當導演 可行嗎? 而且有很多很糟糕的案例 我們其實可以先來看一下 這對兄弟又稱作Raka Raka 他們以前做這些影片的品質如何 你就可以對他們的電影有一個大概的概念 他們以前的影片有幾個特色就是 充滿著動作場面以及非常緊湊的節奏感 用簡單一句話概括就是 一言不合就打架 就連他們去受訪貪上節目的時候 都可以在現場直接打起來 當導演兩人都如此活潑有趣 他們的東西一定也非常有創意 這部電影它的劇情是在講 一群年輕人找得到比克藥還有更害的方法 就是跟這個鬼手連結 讓這些死去的人進入到身體裡 那種體驗就像是靈魂出橋 你在用第三人稱看著自己的感覺 非常令人上映 裡面的裝法是很到位的 像是電影裡面死去的人他們的長相 散發出腐爛還有噁心的感覺 其中一幕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裡面有一個小弟弟的角色 然後他去試了這個鬼手之後 鬼上身了 然後這個鬼強迫他做了一些自殘的動作 那他是怎樣去自殘的呢 如果你看過布萊登柯南堡的寄生殺手的話 裡面有一幕非常類似的 你應該就知道我要講什麼 所以說其實這部片有包含一些肉體恐懼的成分 我自己其實是非常怕肉體恐懼這個元素 不過我是可以看寫心片和恐怖片 但是我很不喜歡看到角色它本人很不舒服 自己在受難的感覺 應該也有人是跟我們一樣的吧 而鬼手這部片呢 恰恰好抓在暴力美學 還有加上一些肉體恐懼 來製造出緊張刺激 讓你尖叫出來的效果 他剛好做了一個良好的平衡 再加上一些鬼片的元素 最後就做成了一支相當不錯的恐怖電影 這部片在2023年的日文影展上映之後 獲得非常好的佳記 片商強著要去帶領這部片 因為他們已經看好這部電影會賣足 原本是環球影業跟A24在爭 這部片在美國的帶頂圈 我講真的 如果你可以拍一部電影 同時被商業電影公司 跟獨立電影公司同時在競爭的話 你肯定是拍出一部超屌的片 然後到8月11號截止維持的票房是 3000多萬美元 我覺得之後可能賺回 10倍以上的成本都是有可能的 我們全都沒有睡覺 我們已經在美國登場了 完全沒有睡覺 導演兩兄弟在拍完這部片之後 也非常積極地參與各種放談 還有各種商業合作 例如在美國非常熱門的射擊遊戲 寶寧職業裡面 也有做一個電影和遊戲的合作 在遊戲裡面也有跟電影一樣的那隻鬼手 導演兩人也進去玩了殭屍模式的寶寧職業 至於台灣的YouTuber好選者 也有做了一支很導演的採訪影片 在豆瓣電影上有近7顆星的評價 在紐西蘭的電影平台 Letterbox上也廣售好評 基本上來說 豆瓣6、7分 Letterbox在3顆星上 或是3.5顆星以上的片 通常都是ok的 很多YouTuber也都有大力推薦 這不定 那是一位我最愛的 非常好 我個人來說 真的很好 非常新鮮 你知不知道 我把這部電影放在這部電影上 非常好 影片最後想分享一段 Rocca Rocca在電影首映的時候 我覺得蠻感人 很有激烈作用的一段話 我們在阿德烈電影拍攝 這之前我們知道我們在天舞蹈 這之前是824 這之前之前 可能有點酷 但我想跟大家分享 這裡 這裡是 我只想說 有一個問題我們經常被問 在DMS和Q&A 和人們想要做 一些創作的 他們想要開始 一些創作的 開始 我一直在想,我会知道我会知道我会知道 你不必需要提提提 我认为我们不好的 role models 但如果你会,我会说 你会不会等到你会知道 因为你会不会百分之一 这部影片的影响了 从一个八个月的拍摄 从一个七个月的拍摄 从一个六个月的拍摄 我们有了一个国家的拍摄 我们不想让这个 moment的拍摄 我们不想让这个回头 我们不想让这个回头看 我会想,我会想,我会否 因为那是最悲惨的感觉 我会想,我会想,我会想,我会想 我会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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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 we wanted to capture this moment and I think that's what the best art does it captures an emotion, a feeling, a moment that lives on long after it's finished like the best films are timeless and that's what Danny and I's dream is we want to create stuff that lives long after we're gone now will we do that? probably fucking not but that's our dream so when you're on that line between doubt and a dream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fucking run don't look down,don't look back,just go wherever you end up,it'll be worth it wherever you end up,it'll be worth it wherever you end up,it'll be worth it it'll be worth it to you it'll be better than what you see from the sidelines so thank you very much,fuck you Danny and enjoy the movie everyone